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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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 感觉到了 我感觉到了 就好多好多声音 乌瓜 乌瓜 嗯 好像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音 感觉好像不是什么好事情哦 乌瓜 乌瓜 嗯 算了 我没听到好了 嗯 乌瓜 原来你在这里哦 哎呦 你干嘛不回答我啊 我叫你叫了好久哎 啊 你有叫我吗 我 我怎么没有听到啊 奇怪了 哎 我问你哦 庭院的花 是不是你弄的啊 啊 什么东东啊 是不是 你把巧克力插在花圃里啊 哦 那个 很聪明吧 嘿嘿 是我想到的哦 因为我听到花 我只是想要让他们开心啊 我怎么知道会这样啊 那 要快点去救那些花才可以 我早就清干净了啦 你哦 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啊 植物不能吃那些东西啦 你为什么突然想要这样做啊 哦 因为昨天我听大师兄说 要做禅士跟听禅音 就可以变成一个有魅力的人啊 然后大师兄说 要做禅士可以布施 可是我找不到人布施啊 所以我就想说 找花花茶草布施 哎 乌瓜 你真的是天才耶 我真是佩服你到五体头地了 竟然想到要布施那些花草 你给它们喝水 它们还会比较高兴耶 好啦 我下次知道了 我以后不会再弄味东西给它们吃了 嗯 你知道就好了 对了 你在这里干嘛 呃 这个吗 我在听禅音啊 听禅音 那你有听到什么吗 有啊 我听到 敲钟 当当的声音 风吹沙沙的声音 大家走路 踏踏的声音哦 很多哦 而且好好玩呢 我都不知道 我旁边有这么多声音耶 诶 好像很有趣耶 那我也可以一起听吗 好啊 那小元姐姐你坐这边 我坐这边 然后手说放这样 你就可以听到很多声音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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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真的耶 也好多声音哦 我听到 风吹动的声音 沙沙的 真好听耶 对啊 还有小鸟 嘻嘻嘻嘻嘻嘻嘻 在讲话 我好想知道 它们在讲什么 小鸟姐姐 你知道麻雀在讲什么吗 嗯 不知道耶 可是 我猜麻雀看到我们两个这样子 一定会说 嘻嘻 你看它们两个在干嘛 好奇怪哦 嘿 哈哈 然后另外一隻就说 嘻嘻 嘻嘻 乌瓜 乌瓜 诶 乌瓜 师父在叫你 没关系 先不要回答 听这个声音 一定是师父要叫我去做事情了 你又没有听师父说 你怎么知道啊 好啊 不然等一下你看就知道了 哎呀 原来你在这里 你没听到我在叫你吗 我找你好久了 嗯 师父 你有叫我吗 我怎么没有听到啊 好奇怪哦 对了 乌瓜 你功课写完了吗 昨天你的老师打电话来寺院 跟我说你昨天作业没教 今天补上了吗 今天的作业明天记得教哦 然后再帮忙把庭院扫一下 我就知道 你看吧 乌瓜真了解师父哎 嗯 怎么了 乌瓜 你有没有在听啊 有啦 有啦 我听得很清楚哦 对啦 师父 我跟小人姐姐在这里听禅音 你要不要一起来听啊 哦 听禅音 乌瓜 你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雅性了 哈 因为昨天大师兄跟乌瓜说要听禅音做禅事 所以他今天就来试试看啊 其实那件事情是我告诉大师兄的哦 我是在一个书里看到的故事 因为不知道禅事跟禅音 所以我也去问大师兄啊 没想到他会跟悟光说 嗯 哦 我倒是没听过那个故事 可不可以说给我们听呢 耶 好啊 有一个家境富裕的女人 她长得非常漂亮 不管是人品 家事 还是外表 都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她 可是她却很孤单 因为没有人能够分享她的心事 所以她就跑去问禅师 要怎么样才可以变得有魅力 才能够赢得别人的欢喜呢 禅师就回答 你能随时随地和各种人合作 并具有和佛一样的慈悲胸怀 讲些禅话 听些禅音 做些禅事 用些禅心 那么你就能够成为有魅力的人 哦 跟大师兄讲的一样 可是小姨姐姐 禅心是什么 吴光 你慢慢听小莲姐姐把故事讲完嘛 嗯 女人就问 禅话怎么讲呢 禅师就说 禅话就是说欢喜的话 说真实的话 说谦虚的话 说利人的话 哦 就是说别人的好话哦 嗯 说出口的话就像武器 也像一阵暖风 选择良善的语言 就是讨人欢喜 选择恶毒的语言 就像两面刃 一面刺伤别人 同时另一面也刺向自己 对啊 所以说话是很重要的 然后女人又问 禅音怎么听呢 我知道 就是听大自然的声音 呵呵呵 悟光你刚刚就是在听这些声音嘛 对啊 很好玩哦 都在禅音姐姐 嗯 但是禅师说的禅音有点不一样哦 禅师说 禅音就是画一切声音为微妙的音声 就是把辱骂的音声转为慈悲的音声 把毁谤的音声转为说明的音声 哭声 闹声 粗声 丑声 你都不能介意 那个就是禅音了 啊 原来不是大自然的声音哦 嗯 这样听起来很难呢 如果人家骂我的话 我一定会生气 然后骂回去 乌光 出家人不能起称恨心 你要将那些负面的声音 当作一种提醒 提醒并审视自己的行为和缺点 加以改进成为更好的人 千万不要受别人的挑衅 不然你会永远纠结在称恨心里 这可是非常痛苦的哦 嗯 我知道哦 我会加油的 小鸣姐姐 哪有人 嗯 女人问 禅室怎么做呢 禅室就回答 禅室就是布施的事 慈善的事 服务的事 合乎礼法的事 这就跟乌光知道的一样了吧 嗯 我知道布施 而且还要做对的布施 不然啊 就会给人家添麻烦 嘿嘿嘿 哎呀 五光不错哦 说得很好 嘿嘿 我看啊 是有记取教训吧 最后 女人又问 禅室是什么心呢 禅师回答 禅室就是你我一样的心 圣凡平等的心 包容一切的心 普及众生的心 女人听了以后 改掉从前的傲气 不再夸耀自己的财富 不再自视自己的美丽 对人呢 也是工签有礼 体恤关怀 不久之后 就被称为最有魅力的女人了 哇 真的有用哎 那我以后也要这样做 我就可以变成 最有魅力的悟光小师傅了 耶 呵呵呵 那你要好好加油了 随时随地赞美别人 去除负面的称心和声音 经常布施和服务别人 包容别人的好或坏 自然而然 你就能变成一个 人见人爱的人咯 嗯 我相信良善的心 是最伟大的哦 那我要当 善心悟光操人 然后到处去帮助别人 哈哈哈哈 嗯 刚刚的伍栽吃得好饱哦 玉米汤我就喝了两碗 卤豆腐我吃了两块 还有 地瓜我吃了两块 太好吃了 呵呵呵 现在我的肚子好脏哦 我要走一走 这样中午就没办法睡觉了 悟光啊 怎么还不去休息呢 师傅 我吃得太饱了 因为中午我觉得很饿 又看到我喜欢吃的东西 玉米汤很好喝啊 所以汤就喝了两碗 卤豆腐吃了两块 嗯 卤豆腐吃了两块 还有地瓜吃了两块 现在我的肚子好脏 我没有办法睡午觉 好吃的东西不要吃太多 而且你吃的东西啊 都是容易胀气的食物 豆腐和地瓜这两样东西 下次吃一块就好 还有啊 喝汤要慢慢喝 喝得太快 都是空气吃进肚子里 当然你会胀肚子 你这样是贪吃的表现哦 那现在走一走 肚子就舒服一点吗 没有的话 请大师兄帮你在肚子上 擦一擦曲风油 就可以帮你消消胀气 时间差不多了 快去午睡吧 好 师父你呢 我要去前面看看 待会儿就去休息 快去吧 嗯 师父 午安 嗯 午安 肚子不舒服 连扫地都没有力气了 中午也睡不着 下次我不敢贪吃了 我不是要你找大师兄 在你的肚子上擦擦曲风油吗 你擦了吗 没有 那个东西好凉哦 有个味道我不喜欢 那不擦怎么会好呢 要不然带你去看医生好不好啊 我不要 肉吃药好苦 还有打针 好痛哦 不要啊 这不是办法呀 这不是办法呀 不吃药 又不擦药 小心你的肚子胀破哦 门着不要啦 我我我耳术好了啦 不用擦药 也不用看医生了 哎呀 真妞的小孩 嗯 师父 雾光 下午好 哦 小脸 你手上拿的东西是什么呀 哦 是凤梨酵素啊 这是好东西哦 你这是 我爸爸的亲戚在卖酵素啦 最近有研发新的东西 妈妈说拿一瓶来给师父 我妈妈说 这是纯天然的 它是浓缩的 要泡凉开水 或是冰开水喝 饭后喝的话 可以帮助消化哦 哦 是这样啊 那吃完晚饭后 雾光可以试试看 哦 师父 雾光怎么了吗 他呀 五摘十摊吃 多吃了些地瓜 还有卤豆腐 汤还喝了两碗啊 呜 光 你还真会吃耶 不过 你吃的都是容易造成肚子胀气的食物 难怪你的肚子会胀得受不了 诶 那你有擦驱风油吗 那个很有效哦 我小时候肚子很胀 妈妈都是在我肚脐旁边擦一点驱风油 很快就好了耶 我不要 我不要 她的大师兄要帮她擦 她嫌味道不好闻 又说凉凉的不喜欢 我要带她去看医生 又怕打针吃药 你看 扭成这样 真是拿她没办法 那她待会可以试试这个凤梨酵素 说不定有效哦 小杨姐姐 她好喝吗 说真的 我还没有喝过耶 我刚刚说 她是新产品啊 我听说是甜甜的 很好喝哦 真的吗 那我晚饭后要喝一大杯 五光 我刚刚不是说 好吃的东西也要节制啊 喝了太多 小心拉肚子咯 啊 我不要拉肚子 那我喝小杯的就好了 对啊 这样才乖嘛 说到这贪吃的事啊 在佛教中有很多公案啊 佛陀的弟子中有位幽泼居多 这位尊者啊 也收了众多的弟子 而他的弟子中就有一位 贪吃的习性很重 还一度想还俗 幽泼居多尊者 想办法要度化他 师父 这也太夸张了吧 贪吃的习性 严重到会想还俗哦 人的习性啊 是五花八门 很难想象的 更是难控制的 不是已经出家了 就完全根除的 如果本性是贪口欲的话 会想还俗 也是可想而知 你们来听 幽泼居多尊者 是如何来度化他的 这有一天啊 尊者很刻意 叫这位贪吃的弟子 到房里来 冲了一杯热蹄壶给他喝 当他一闻到这蹄壶的香味 一手接过来 顾不了还烫着呢 就想大口喝 汤那么烫 要吹凉了才能喝啊 这个我们小朋友都知道啊 老师在学校都有教我们呢 你们知道汤会烫 所以会慢慢喝 但是遇到贪嘴的人 才顾不了这么多呢 尊者跟他说 慢一点 等凉了再喝 这个人急性子 不想多等 就用力吹 希望把醍醐快点吹凉 尊者又劝他说 还是慢一点再喝吧 这东西是冷了 但是你心中的食欲 并没有冷哦 师父 他的心应该会很急 才不会管尊者怎么说呢 师父 他有喝到汤了吗 他应该等到酸气了吧 是啊 所以尊者叫他观冷水 要使他的心也冷却下来 喝不到汤 就已经心服气躁了 观冷水有用吗 当然有用哦 心里平静凉爽 皮肤也不烫了 喝下去 人就会觉得舒服呀 师父 不对啊 我们在学校 如果是天气热的话 喝一口冰凉的饮料 才过瘾呢 小脸你听我说 物光你也仔细听哦 我们在杯子里 装了八分满的热水 再丢一块冰到热水杯里 是不是会听到 啵的一声 这是冰块爆裂的声音 我们人的身体也是一样啊 当我们身体感觉到很热的时候 就急忙喝下冰水 身体受到刺激 血管急速收缩 严重的话 有可能血管会爆裂呢 啊 这么危险哦 那我以后不敢了 我们应该先含在嘴里 慢慢吞进去 这样喝就不会有问题了 小脸 五光你们听懂了吗 我们知道哦 我的故事还没说完呢 这位贪食的弟子 经过幽波局多尊者教导过 贪食的习性还是未改 所以尊者只好教他不静观 师父 什么是不静观啊 啊 这是一种功夫吗 五光 是啊 你说对了 它是一种功夫 也是一门功课 这是对 治贪食的一铁猛药 啊 这么厉害 它是一种药 可以治贪吃病 五光 它是一种 不可以吃的药啦 这个不静观啊 说白话一点 就倒过来说 观不静 去看不干净的东西 哦 要去看不干净的东西 嗯 那不是很恶心吗 才不恶心呢 五光 你有没有过 吃坏肚子 又吐又拉的情形啊 嗯 有啊 酸酸臭臭的 好难闻啊 闻起来好恶心啊 五光 小莲 这好吃的东西 透过我们的味觉 很快就过 过口三寸 就到我们的肠胃里了 经过 发酵 变得酸臭 我们人体 才能吸收 我们要是 吃坏肚子 所吐出来的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 又酸 又臭 眼前的美食 净到肚子里 就成了这样的东西 尊者 就是要这位 贪食弟子 去观这些 不净的东西 哦 师父 我看了 肯定吃不下饭 哎 说不定 这样可以减肥耶 我跟小莲姐姐一样 看到那些东西 我也会吃不下饭 幽波 局多尊者 有一天 一样准备 啼壶 给这位 贪食弟子吃 但是 要他喝下之后 不久 要他吐出来 这吐出的东西 邋遢不进 这位弟子 捂住口鼻 不敢闻 尊者就对他说 这就是你刚刚 喝下的东西 你喝它之前 是香味扑鼻的美食 但是 吃下肚子之后 就会变成 酸臭的不净之物 按理说 香喷喷的美食 吃进肚子后 再吐出来 也是一样香的才对 但是 事实上 却是恰恰相反啊 师父 我看他 经过这次的教训 应该不会再贪吃了吧 乌光 你听了这个故事 还敢不敢再贪吃啊 那现在 你的肚子还胀不胀 要不要看医生呢 师父 我已经好多了 师父 乌光应该是 会害怕您要他不进关 所以说肚子不胀了吧 无尽关 是下下侧 如果是根基好的弟子 是一点就通了 什么处罚方法 都不必用了 根基不好的 或是习性顽劣的 就必须用 比较猛烈的方式 才能收到效果 像是乌光这么聪明 说个故事就听明白了 这个方法不是很好吗 嗯 听了这个故事 不但对乌光有所帮助 我自己也受益很多 非常谢谢师父哦 对了 乌光啊 晚饭后 记得喝杯凤梨酵素 你的肚子 应该就会舒服多了 嗯 师父 我知道了 只要一小杯就好 嘿嘿嘿 无名烦恼 风吹起 铺堤树也掉满地 手拉扫走快快扫 无来一阵一阵风又起 扫地扫地扫心底 心里不扫空扫地 心里犹如一木天 烦恼犹如草草山 扫地扫地扫心底 心里不扫空扫地 心里犹如一木天 烦恼犹如草草山